各位傳媒朋友大家好 我是黃大仙警區助理指揮官刑事劉家豪警司 稍後的時間我會向大家簡報一宗 發生在黃大仙慈樂村樂信樓的一宗謀殺案 在12月11日即今早凌晨大概1點半左右 警方接獲有人報案 指慈樂村樂信樓的一個單位裏面 有人受傷昏迷 警方和救護員到場之後 發現單位裏面有一名女士 倒餓在客廳的地上 救護員立即向該名女士進行急救 並隨即由救護車送往廣華醫院 可惜最終這名女士在凌晨2點32分證實死亡 警方其後在單位裏面進行調查 發現一個相信是屬於死者的房間 該房間旁邊的洗手間和客廳的地下都流有血跡 而初步檢驗死者的傷勢也發現 死者右邊的額頭和頸部的位置都有明顯的傷痕 初步相信是由硬物襲擊所造成的 現場並沒有發現明顯的打鬥痕跡 死者是47歲 據知他在生前患有長期的疾病和行動不變 而死者和他在上子同住的74歲的母親和78歲的父親 三個都沒有精神病的紀錄 警方已經將當時一同身處在上述單位裏面死者的母親和父親拘捕 初步相信他們和這宗案件是有關的 亦同時我們在單位裏面也檢取了一個取和一些衣物 警方現時將案件列為謀殺案 由黃大仙警區重案組第一隊接手跟進 被捕人士正扣留在黃大仙警處 已作進一步的調查